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弹大约是0.15% 深圳方面同样反弹大约是0.2% 那么在欧美方面 英法德平均是保持了大约是0.5%的上涨 美国股市也是结束了之前连续三天的下跌 昨天出现小幅反弹 道琼斯 纳斯达克和标普大盘指数平均上涨约为0.2% 那么股市以外方面 黄金价格昨天是反弹大约10美元左右 达到1288美元一盎司 同时石油价格目前是稳定在56.50美元 最后 数字货币比特币价格昨天一度是爬上9000美元大关 但是在今天早上早盘时间又从9000美元滑落至8200美元 那么今天重点话题中 我们着重跟大家说两点 一个呢 我们知道中美现在贸易谈判是陷入了僵局 很多投资者都问 那么对于什么板块和什么行业的股票会有影响呢 其实我们知道呢 在上个星期 中国方面一直是对于稀土行业着重进行了宣传 那我们在过去几天中也看到了澳洲的稀土龙头企业LYC的股价是连续的上涨 那么这个呢 也印证了我们在1月份曾经给大家做出的重点推荐 LYC当时的股价从1.5澳元目前是涨至了2.9澳元 涨幅接近于一倍之多 那么其实呢 稀土仅仅是代表了其中一方面 我之前 我本人其实是并不看好LYC这个公司 其原因呢 就是由于其生产稀土的厂是设在马来西亚 那么很多时候呢 它会面临着由于是环保或者是其他方面的压力 而停产无法进行连续的生产 因此它的股价呢 在过去的几年其实也是一路下滑 但是呢 这一次 虽然中方并没有明确指出将会利用稀土作为武器来对抗美国的制裁 但是 毫无疑问的是呢 这个感觉已经表示出来了 所以在这一波上涨中 我们看到LYC即使是没有说明它的工厂能够持续生产 但是其股价在未来过去的四五周时间也是上涨超过一倍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称之为是概念板块 所以现在稀土行业就成为了中美对抗中一个获利最大的这个股票板块 那么其实呢 对于稀土行业以外 有很多行业并不是因为这个贸易对抗而受益 比如说像美国的科技板块 尤其是苹果 手机 我们知道目前苹果手机是全世界最流行的手机 那么中国的销量占据全世界的销量大约是20%至30%左右 那么如果我们知道华为在美国可能会被禁止销售 那如果中国也同样采取这样的措施 禁止苹果手机在中国销售 那么苹果公司的股价将会受到重大影响 或者即便是呢 没有官方的这个命令 那么民间如果是抵制美国的苹果手机 同样美国苹果公司的股价 以及整一个苹果系列的上下游产业链都会受到影响 如果大家有时间看一下苹果公司的股价 其实从中美5月初说到这个谈判遇到阻力之后呢 到现在一直是处于下跌状态 这也验证出呢 很多在华企业或者说美国在华这个销量比较好的高科技公司 都会因为这次贸易战而受到巨大的影响 那么说完了这个上市科技股包括了稀土产业以外呢 我们再说一说澳洲本地自己 我们知道在上个星期我说到呢 这个澳大利亚的房地产 虽然现在朋友圈 特别是微信圈 有很多人说到可能会反弹 但是我从两方面 一个是目前的库存和未来的资金 两方面呢 进行了反驳 得出的结论是今年来看的话 澳大利亚的房地产很有可能无法及时恢复 最快也得明年 而且呢 还得看中美之间能否达成协议 那么很多朋友要问呢 那是不是意味着所有的澳洲地产板块的股票都在下跌呢 其实如果我们把地产板块做一个细分的话呢 大家可以发现 它不仅仅只有有关房地产开发的股票 还包括呢 例如中介股 房地产中介 房地产的这个材料供应商 包括了大型商场写字楼 包括了工业用地以及仓库和酒店 并不是说所有的地产相关股票都出现了下跌 比如说我们知道在过去20年中涨幅最大的其实不是开发商 而是呢 我们知道的澳洲最大的卖房网站 它的涨幅是接近于50倍之多 而下跌最多的呢 毫无疑问 那就是澳大利亚的房地产中介板块 由于成交量的大幅萎缩使得中介股的下滑在过去两年中超过了80% 那么在过去两年中涨幅最高的呢 根据我们的判断以及图形的介绍来看的话呢 是澳大利亚的工业板块仓库以及呢 写字楼 所以我们一直跟大家说到呢 虽然有的时候呢 一个板块我们看似是下错或者是下滑 但并不意味着它板块中所有的股票都没有机会 所以说像这次中美争端 我们看到稀图板块从中获益 包括澳洲的这个住宅悉尼墨尔本地价下滑 但同样仓库工业用地和酒店的股票呢 反而上涨 所以呢 我们也欢迎大家 如果是希望交易澳洲股票的话呢 能够联系我们 我们会给大家提供第一时间及时的资讯 欢迎收看今天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